無線電視業務總經理陳志雲在藝人王喜的陪同下 到達灣仔區域法院應訊 陳志雲和另外兩名被告 包括陳志雲的前助理重培坤 和無線電視前市場及營業托展主管陳永孫 三人在庭上都否認串謀詐騙 提供及收受利益等五項罪名 第一名被傳召的證人 是負責奧海城商場推廣的經理歐國恆 他說商場在09年11月聯絡無線電視 同意給130萬製作到數活動 他表示根據經驗 無線一般都提供不到比較知名的藝人 所以主動聯絡重培坤的廣告公司 以16萬邀請陳志雲和黎耀祥出席活動 他又說行內人都知道 重培坤的公司可以代表陳志雲接活動 整個審訊控方會傳召58名證人出庭作供 包括無線電視副主席方日華、高層何麗傳和諾逸齡 藝人黎耀祥、蛇斯曼、楊怡和楊思琦等 預計案件要審理20天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張淑慧報導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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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